39案結案 可是事實上39案結案了之後 它一個等於是一個接觸者相關的症狀 那我們就採檢 那為陽性 新疆案例43是被案39所感染 案例39在1月底曾到埃及杜拜旅遊 返台後2月24、25號兩天 兩人都在插花班上課 接著29號案例39確診 而案例43屬於密切接觸者被居家隔離 幾天後出現症狀通報 於案39相隔6天後確診 外界不免擔心還有漏網之餘 結案標準是否需要提高 疫調的目的是讓旁邊人都知道 你接觸過了 你有問題了我趕快來跟我講 如果你花很多的力氣在做疫調 其實你就會把你能量耗光 做到一個程度就可以停止了 另外中國大陸研究顯示 病毒攻擊肺部以外 更會間接影響肝臟 國內專家也提出數據 輕症患者中有10%會連帶出現肝功能受損 重症患者更高達50% 病毒會感染膽道的細胞 所以它會感染肝臟的隔壁 再加上病毒本身感染會造成很強的免疫反應 還有你在治療過程當中 可能會使用到一些藥物 這些藥物可能會對肝臟是有影響的 所以除了勤洗手戴口罩 可別忘了平日老生常談 多運動維持良好作息 由內而外增強抵抗力 大衣新聞 楊韻齊李明華台北報導 顯示了 為何 金川普 尊詞 割 尊